周一大市成交量只有1112亿元,真是看见也不开胃,现时不少股民对港股已失去兴趣,因为近几季出现太多政策性干预,令至很多散户投资失利,甚至选手烂脚离场,无可否认,内地政府在过去一年的确推出很多政策, 规范内地企业的发展方向,以阿里9988为例,谁会估计到蚂蚁金服的上市计划会烂尾,令马云的发展大计被重挫,最终拖累阿里的股价大幅下挫,至于内地监管出台教育商减政策后,内地教育股即时暴跌,这种灭顶走势令散户看得一步一惊心,对港股自然产生恐惧感了, 其实,投资要知道如何避开风险,当内地政府出手监管一个行业,根据以往经验,这个行业肯定在短期内没有运行,而其股价也必然受到拖累,所以聪明投资者是会避开这类板块的股票, 直至不明朗因素明显退却,才会考虑是否重新入场,以上的投资手法,不外乎是避开政策风险,至于手上的资金是可以投放于不受政策影响的股票板块, 这种趋吉避空的策略,在股票市场上是非常有用的,另一个股票投资策略是跟随资金走, 例如,快手1024的股价在上周五以大成交仲上100元楼上收市,假如你是聪明投资者,便应该在周一尽早入市买快手,因为这股票在上周五所做的大成交,可以解读为快手将进入一个较强的反弹浪, 特别是快手的成交,竟然在上周五进入十大成交金额股票榜,反映聪明资金已入市吸纳者暴跌股, 希望在未来能够享受快手从谷底回升的结果,投资港股并不是太困难,只要采用正确的策略便可以隔于个股走势,松而获取风利。 谢谢观看